不需要今修的女明星,汤维生徒太能打,全心力坐受期待。 近日,电影《北京遇上西雅谷》的导演薛小璐指导的新作《吹哨人》颇受关注。 新片由汤维和雷佳音领衔主演,汤维于11月28日亮相电影《吹哨人》成都录演。 在路上拍摄的生徒中,他随性自然,一路微笑着跟粉丝打招呼,看起来状态非常好。 其实,汤维的生徒一直就很能打,被爆出的这一组生徒中,汤维在一群人的簇拥下走过去,粉丝拍到的照片有些糊,但汤维的美却很清晰,她简直是一个完全不需要今修的女明星。 2018年锦衣部《地球最后的夜晚》,即便已稳跨年的营销让电影口碑下降,但片中汤维饰演的万启文,依旧美得不可防悟,没有观众会对她说一个骨子。 剧中汤维饰演的孙若薇,从目前的预告片来看,似乎剧组浮化到不够精致,女主扮相不够惊艳,希望等剧开播后,汤维能用演技征服观众。